大家好,欢迎来到Market Newbie交易基础知识系列第十堂课 这是我们本系列的最后一堂课 感谢大家一路的跟随 再次温馨的提醒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关注我们的更新 在新一堂课中 我们谈了怎么从公司的层面分析一家公司 以及该怎么从三个层面抒发建构自己的投资组合 在这一堂课中 我们会介绍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有用的投资方法 平均成本法 英文也叫Dollar Cost Average 一般来说 如果投资的时间用跨度来分类 那么可以分成长线投资 中线投资和短线投资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长线投资 您可能要问到底要多久投资才算是长线 其实这并没有标准答案 有人认为一年以上的投资就是长线投资 又比如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 就定义任何超过五年的投资成为长线投资 但是您可以考虑把十年甚至二十年作为自己长线投资的基本跨度 平均成本法是一个长期投资的方法 它说的是在相同的时间间隔 购入固定的数额 即相同的金额或者是相同的数量标准 无论发生什么事 应用平均成本法 必须用长线投资的视角来看 您不能期望购入几个月就有可观的收入 但如果您持续购买很长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十年甚至二十年 您最终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 我们接下来就用例子来看一看 我们假设您在每个月月末的时候 买入十股ABC公司的股票 一月份时 该公司的股票票价为100美元 您总共花费1000美元 二月末时 价格将至95美元 但是您继续购买相同的数量股票 在三月末时 价格变了80元 但您继续购买十股 四月份时价格开始上涨 在四月末时 变成了95 您依然继续购买 一月到四月的期间 您购买的股票总投资为3650美金 假设在五月份时 价格涨至了110元 您选择卖出 那么您将获利750美元 请注意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用相同的股票数量来举例 您也可以选择每个月投入一样的金额 比如说每个月买1000美元 只是因为价格的变化 每个月买入的股票数量也会不一样 我们假设您是在一月每股100美元时买入了40国的股票 并在五月价格上涨到110元时买出 在这种情况下您的盈利是400元 比上面的750元要少 但您可能会说您这样举例最后用平均乘法算出来的利润较高啊 假设在例子当中 中间2月3月和4月时股价如果比1月份还要高 那么最终算出来的利润更多反而应该是在1月时买入 而在5月份时买出啊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一开始举例的那种情况 就是下面图1的这种情况 如果是图2和图3的情况 有可能会利用平均成本法 还不如一开始直接买进 关键是您并没有办法可以准确的预测市场 如果我们事后来看 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在最低的那个位置 全仓买进 然后在顶点的位置 全仓卖出 就如08、09年的金融危机 我们事后来着 都知道那个时候正是千载难逢的买入时机 但是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您可能还会问 如果是在下降的趋势中 即使使用平均成本法 您依然也无法获得很好的收益 但是您是否还记得这张图呢 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 经济的局限尽管有起有落 但它的总体趋势还是上涨的 哪怕您是在经济最黯淡的时候进入 比如07年的高峰 也就是金融危机的前夕进入市场 只要您利用平均成本法 并且持续持有足够长的时间 您依然可以获得巨大的盈利 在美国如果你看一下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趋势增长 您的情绪从交易中剔除了 您只需要在固定的时间买入固定的数量或者是金额 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 您可能担心会错过一些巨大的机会 比如像08年这样暴跌的机会 您可能希望有更多的钱在这个位置买入 我们的建议是 您可以保留一部分的现金作为机会成本 比如您投资 标的在某个时间下跌超过15%以上 您就可以在那个时间内把部分的现金用来买入该标的 另外您需要非常的有耐心 平均成本法要发挥最大的功效 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比如10年以上 有时熊市可能会让您丧失信心 但是不要害怕 熊市反而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来临 最后就是 您可能思考究竟该买些什么 我们的第一个答案就是 购买标普500的ETF 如果您后来有找到更好的标的 您也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 到这里 我们的交易基础系列就全部结束了 之后我们还会推出更进阶的交易课程 敬请期待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您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在MarketNewbie的网站 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